讲到记录第八讲 发光的面容 读经 初三十四二十九到三十节 但一八到十六节 图六十五 七五十六 零后三十八 你会注意到这几段经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发光的面容 我们已经在此山上 在主的同在中聚会了一段时期 现在我们将各自回去 分散到各处 面对各种困难 我们也想带着发光的面容回去 我们想知道面容发光的秘诀 但是不是要捕捉其字面上的意思 我们不可能老是有一张喜笑颜开的面孔 但是有一种面容 即使在最大的不幸 艰难 痛苦和试炼中 仍然可以表露出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 那就是神的平安 神的安息 神的喜乐 我们可以认识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平安 可以认识这种在极大的压力和苦难中不可言语 充满荣耀的喜乐 甚至还可以在一张烙上痛苦硬痕的脸上 看出那处于神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 并不一定就指我们脸庞的发光 而是只透过我们的脸映照 表明出来的神深处的能力和恩典 它超过了一般人的忍耐 勇气和胆量 这就是我所说的发光的面容 从我们所读的这四个例子中 我们知道在这个意义上发光面容的秘诀所在 你们知道 见证就在这里 不总是在于我们说什么 而是在我们遭受压迫 试炼 刺激 抵挡 敌对和苦难时 从我们身上表现出的是什么 在这种时候 有一种东西彭扶是从我们面孔背后捕捉到的 那叫做见证 当人们都知道我们在经历试炼 当人们都知道我们在受苦 当人们都知道换一众情况 别人都会像常人那样凭血气行事 说话和反应时 我们身上却暴露出某种属主的东西 这就是见证 是对主耶稣正确的暴露 假若碰到试炼我们就走回头路 重操旧业 在心灵和生活上都没有把主自己更充分地彰显出来 这对主对我们自己都将无所义 无所得 人们是根据这一点下结论一再压力 试炼中我们显露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见证不是我们所知道和所说的东西 而是我们在经历极大的困难和反对时的表现 为了维持这个见证 我们应该明白发光面容的秘诀在哪里 这秘诀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摩西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发光 第一个是摩西的例子 摩西曾在山上与主同在 主向他说话 摩西看到了主所注视的目标 他站在主旁 主将他带到自己的意象前 让他以主的眼睛来观看 这个意象以绘幕的样式表现出来 每一个最小的细节都在他眼前闪过 从约桂到圣所到外院 以及他们所包含的内容 还有祭司的职份和祭物 他看到了神的眼睛所看现的这一切 因着主和他谈到了这些话 他便焕发出主自己的荣耀 因为他们眼中共有一个目标 主的荣耀也分赐予摩西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主往哪里看 摩西也往哪里看 当他们同看一处的时候 他们也同想一样的荣耀 主的脸何时发出荣光 父的面何时充满荣耀呢 是当他看着主耶稣的时候 会目不过是预表主耶稣 使他作为中宝和祭司的未分和工作 集中在一个大系统中 但这里主耶稣的位格是与人和神之间的交通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里面神和人和为一 神不用牺牲他的圣洁就可与人交通 人也可与神交通 而不至于被神绝对的圣洁所吞没 透过主耶稣基督 借着施恩宝座这个核心事实 神就能与你面对面交谈 神让基督来赎罪 做调和者 神的眼睛越过表象看到了实际 其他的儿子就是基督在父眼中那奇妙的中宝工作 才使人与神相近 神与人相近 当神看到这一点后 他的面孔就充满荣耀 当我们看到了神所看到的 神那发光的面容发出的荣耀 也成了我们的荣耀 简单地说 就是主耶稣从父那里到我们这里 优为我们到父那里去 当我们被这样一位主所占有 我们就明白什么是发光的面容 若你被任何别的事情所占据 你就失去了发光的面容 若你被自己和你属灵的生命 和光景所占据 你就总是忙于自我分析 不久你就失去发光的面容 定睛在耶稣身上 你就知道发光面容的秘诀在哪里 按世界的标准看事物 你就会失去这荣光 发光面容的秘诀是 神观于主耶稣的意念 也成为你的意念 神的眼目注视之处 也成为你的注视目标 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神最终要实现他的旨意 唯一的希望是在主耶稣身上 他把一切的保障都藏在耶稣里面 神说因为他是他所示的 所以我的目标才稳固 我才有我的安息日 我的安息 我的目光是在他身上 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 神是在基督里达成他的目的 如果我们的目光还不在基督身上 我们就还没有的这盼望 信心 安息和满足的奥秘 这确实是奥秘 是一个奇妙的事实 当神让我看到 他已经让主耶稣 在他面前做了我的代表时 我内心所感受到的福分 真无法述说 一直以来 我都在巴望从我自己里面 拿出什么东西来满足神 要是能拿出一份完美的生活来给神 让他喜悦 让他满意 那么他也就会对我全然满意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 看来连事都不用事 你越是 好像就离得越远 你活得越久 就越知道你自己的内心是全然虚晃 哦 如何能带着让神满意的东西到神面前啊 而金主说 这一切 我自己全预备好了 我已经给你们预备了 绝对的灵性和道德上的完全 我在有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这些完全 我已经把这些完全放在你们手中 我在他里面接纳了你们 你们在他里面使我得了满足 在这位爱子里面蒙了接纳 你们无法把完全带给神 而只有完全才能满足得了神 但是主耶稣完成了完满地成全了所有属天的要求 在立位记中 神谈到了献祭的事 若有人要献祭 神就颁布献祭的条例 你得有心献祭 你们都很明白献给神的东西 若不是完全无瑕疵就没有用 可是到哪里去找完全无瑕疵的祭物呢 只有照基督的样式才能满足神 当这一点向我们启示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安息 这就是发光的面容 当我们达到了神儿子的完全时 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喜悦 我们不是站着 对神怯怯地侧目而视 而是站在神的身边 我们和神注视的是同一个目标 分享的是同一种荣耀 神的目标就是主耶稣 摩西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发光 内心为主耶稣所占有 这是一件大事 人们会注意到这件事 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发了光 但别人知道 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二 但以里面容发光的奥秘 但以里知道面容发光的奥秘 在这里这奥秘有更深更严峻的含义 但以里在巴比伦 巴比伦正在兴旺 而耶路撒冷正在毁灭 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里面 有属灵的含义 我们知道那真正完全从神来的 那起初是从神来的 今日找不到了 那完全由圣灵掌权 处处都有主耶稣同在的地方 现在找不到了 在兴旺的今天你找不到这些 现在兴旺的是一个人造的宗教系统 那就是巴比伦 神的广大百姓都被囚于一个人造的基督教体系中 但以里在这里看到那出于神的被破坏 被毁灭了 而另外一种不是出于神来的东西确证控制 吞噬着神的重百姓 最奇妙的是但以里不接受巴比伦 他拒绝承认巴比伦 坚守耶路撒冷 从外面看耶路撒冷是毁灭了 对但以里来说却不是这样 他不接受所见的 他知道巴比伦不过是暂时的 神要再兴起他的见证 神要通过他的渔民重建他的圣殿 他知道神是不可能失败的 所以他不因屠王的美食而玷污了自己 神是他的生命 他拒绝那些暂时看似占了上风的东西 坚决性靠神 但以里还看得更远 看到了巴比伦和所有其他王国毁灭的日子 如果接受巴比伦 你就失去了发光的面容 如果接受现今的宗教 并说这就是上好 你就与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沾染上了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抗 不满足于现状 他们说 不要这个 要找到真的 神就是要得到他真实的东西 他心之所系的事物不能被剥夺 让我们也把我们的心专注在这样的世上 不再接受任何别的东西 基督教很混乱 但我们必须尽力补救 这话容易说 实行起来 确决不轻松 今天 即使在巴比伦 神也是在秘密的工作 在以色拉记中 我们看到神在坐至高的工作 他激动鼓掠的心 让他下仗 这是神外面的工作 在巴比伦 有一般人则是与神秘密同工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神正在巴比伦 与他自己剩余的百姓同工 他们正逐渐从这个系统中脱离出来 这样当神的日子来到时 神就得到那些合乎他心意的人 但以理事第一个 他代表着这般同工 他为那出于神的事物赞助 虽然这事物当时还未显明 不要接受任何 不是神心所在的东西 但以里面融发光的秘密 是他面向神那一确定的目标 并相信在黑暗的日子 理神最终的旨意和意念 必定要实现 三 司提反的秘密工会里的人 都看着司提反 现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这秘密是什么 我相信下面那节就是秘密 他定睛望天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司提反是个圣灵充满 满有信心的人 圣灵把司提反的注意力 吸引到荣耀的主耶稣那里 读 使徒行传 七章 他在新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在看主耶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抬头看见荣耀里的主耶稣 在受试炼时 这给了他力量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真真切切地用肉眼看到了他的心 一直在仰望的那一切 这件事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看到荣耀里的主耶稣时 我们就知道神已经让他 让这位人子 这位万有都在他里面的人站在那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他让我们也能到那 这位人子已测透一切审判 死亡 撒旦和阴间的一切全是 他已穷尽了一切 神让他到那里去 从亚当以来 所有受造之物的罪恶都堆在他身上 而后他来到荣耀里 魔鬼所有的权势和恼怒都堆在他身上 而神让这一位到了荣耀里 死亡和地狱的权势都是放到他身上 而神把他带到荣耀里 我们永远不需要经历他所经历的那一切 司体反看线人子在荣耀里 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人子 就保证神也会带司体反到那里 哪怕整个地狱都向他逼来 这就是发光面容的秘密 有时候因着许多事情 我们会疑惑我们是否会到达荣耀 是否会坚持到终点 但感谢神 他有能力使我们到达那里 这不是我们所做的 而是主所做的 为食魔 因为他已经让我们的先锋到达他面前 这让你们能经受住反对 被圣灵充满的人尤其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四 保罗的秘密 最后看看保罗是怎么说到他自己和我们这些人的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融上加融 零后三十八 一变了形状 这是主做的 是圣灵做的 发光面容的秘密 是什么 零后四六 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这里发光面容的秘密不是客观上的基督 而是主观上的基督 认识到那已经的圣生天的主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多么有福的事 不在乎我们的外面 而在乎我们里面的主 他已经的圣 这些话我们也很熟悉 但当有一天我们突然醒悟过来 知道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 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日子 这件事是否曾经像一束突闪的亮光照在你面前 基督在你里面 岂不知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零后十三五 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福三十七 记住这个 用你的灵去领会 这样你就有发光的面容 周围的任何一切都不足与它相比 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约一四四 求主让这一切都成为实际 明白这一点 对生命有着极大的意义 愿主把我们述说主耶稣的心声一同带回去 那就是见证 我们的眼目是注视在神的目标上 我们的希望是建立在神的希望上 我们的保障是立足于神的保障上 这一切就是主耶稣 帮助 我们的眼督 我们的眼督